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打 如此高的伤害和爆发 可谓是小母牛喜丧拿 整牛逼啊 在前期累积了巨大的优势之后 到了10分23秒 吸血鬼和杰斯都平成了残血 面对老牛和盲僧两人的绕后爆加 KFO不得不选择撤退 沙子妈和蜘蛛虽然很快地支援了过来 但吸血鬼不仅一技能放空了 Q技能也没能如愿以偿地打出第三段的高额伤害 与此同时 卡尔玛被瞎子重点照顾 率先倒地 面对杰斯的后手切入 KFO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蜘蛛和妖姬也都先后阵亡 正常的团战结束 我们不但看出 吸血鬼的爆发虽然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但如果穿战士没能及时切入到有力的输出位置 被对方躲掉技能的话 缺少法术吸血的吸血鬼在没有法术吸血提升吸血效果的状态下 生存能力是很薄弱的 真这么绕嘴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KFO第一件装备就选择今生的原因吧 我就说拳头不可能这么好心 这第三段Q是有时间限制的 能吸到人是好 可要是吸不到 全然用异技能往外喷 还没法术吸血 那干脆直接改名叫喷血鬼好了 你看 我连下一个皮肤都设计好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贴切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 因为之前一波团战的变退 蓝色方渐渐失去了自己的节奏 前中期的优势也被对方慢慢追了回来 19分24秒 被瞎子先手提中的KFO做了一口血之后 直接钻进了大姨妈里 单一技能的法术抢腰给了对方足够多的逃跑时间 这一波追击不但没能将芒僧之于死地 反倒是被老妞抓住机会反打 将妖精和吸血鬼一同挺起 配合雅索大招直接秒杀蓝色方中上两人 卢西安和蜘蛛来得稍晚 也没能逃脱阵亡的病运 卡尔玛勉强换掉亚索之后 自己也还是被EZ收割 至此蓝色方一波团灭 红色方则是在人头数和经济上直接反超了 整场团战看下来 吸血鬼在这个版本的弱点 依然是暴露得很明显 一技能改版后的施法前摇 虽然在月塔时配合W非常好用 但这短暂的过程也给了敌人足够的淘宝时间 所以困扰吸血鬼最大的问题 依然是如何选择切入团战的时机 那这对于KFO这种老油条来说 应对起来都有些捉襟见肘了 可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随后25分钟左右的团战 KFO可以说已经是处理的很好 可纵使他吸收了足够多的伤害 还是没料到这卢西安被盲僧踢飞 AD被秒 自己不仅残血还缺少输出位置 那紧接着自然就又是一波团灭 屡败屡战的蓝色方虽然还做着抵抗 但终究不是红色方的对手 28分39秒 随着基地水晶的倒塌 KFO还是吞下了失败的苦果 其实吸血鬼在改动后 对于我这种比较怂 右手脑双残的玩家来说 的确算是血弱 缺少法术吸血的加成 意味着在对线和团战中 就不能那么无脑了 更多的去考虑进攻的时间 和如何在线上创造优势 反倒是成了吸血鬼的新课题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是个喜欢正面刚 又非常善意抓机会的玩家 那就不妨再试试这个版本的吸血鬼吧 查询S6定位赛 你可以定到什么段位 以及职业选手天赋符文 想要参与微博抽奖 可以关注小毒QAQ 也就是我的个人微博 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小视频哟 好了那么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抽奖环节 上期的观众是 一位ID叫六花将的朋友 请您即时在新浪微博上 私信与我联系 我会及时将1万点英雄年门点圈 送到您的手里 那如果观众老爷们 喜欢我这样的视频 想看到更多的话 千万别忘记搜索小毒QAQ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哟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 想对我说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还有机会收获1万点英雄年门点圈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我是小毒 如梦不弃 我们下期再见